巴黎奥运国手在13号全数光荣返台 总统府为了感谢选手将在16号举办英雄派对 选手们从总统府出发组成台湾英雄大游行车队 途经管前路的英雄谷最后抵达中校东路 亲友团和粉丝全都可以一起共襄胜举为台湾英雄喝彩 我们的选手抵达之后呢 我们希望说他们在场上拼搏 那回到家里面我们希望用最温暖的方式 让给他们欢迎 所以我们会由三军一队来打起荣耀的剑门 来迎接这些为台湾奋斗的选手 以最隆重的形式迎接奥运英雄 而其中刚拿下奥运金牌的羽球国手王麒麟 最近也造成不少风波 现实动态中可以看到王麒麟疑似正在开车 却使用手机拍下外面下大雨的景象 并打上文字内容我刚洗车 画面清楚看到仪表板在动 开车使用手机的危险举动 也引来网友狂酸 有点搞不懂他这一波的操作 一直搞事给大家酸 再加上先前女友高调接机 王麒麟不断护航 金牌滤镜全都快瓦解 虽然事后王麒麟把该则限动删除 但这一举动也让网友摇头 三星为蔡宇宙配花SNG小组台报导